大家记不记得西方有些人 譬如Gordon Zhang这一类人 他一直说中国的经济会下降 这就显示到2020年 过去的20年 除了近四年之外 在疫情的第一年 包括在内 全球国家的国民生产组织增加了多少 当然我们知道国民生产组织不是全部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要量度 但无论国民生产组织都可以说到 国家平均人的感觉如何 自己过去的经济有没有进展 中国是1266个百分比 增长了12倍多 俄罗斯4倍多 466个百分比 印度跟偶贴440个百分比 印度现在很多人都对莫迪大仙 是相当支持的 因为过去那段时间 印度经济的确好 但相对于中国来比 印度仍然差了3倍 接着有巴西3倍多 316个百分比 沙特拉伯刚刚齐整数 300个百分比 土耳其和澳洲都是250个百分比 2倍多 20年2倍多 平均每年的增长都是7个百分比 接着有 2年没有7个百分比 4个百分比 多一点 加拿大166个百分比 美国可怜 109个百分比 20年增加了9个百分比 英国缩了水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阿根迪 当然了 这个是它的增长 我不知道它是拿20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除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是得出来的数 或者是2020年减2000年除2000 这个不知道 如果是20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减了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再除2000年 英国 德国都有增长 否则的话全部都缩了水 无所谓 但无理由我们看到一件事 中国的经济 就不像西方说那样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一直都不是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去中国旅行 你会发觉中国的城市 基础建设 机场 地铁站 先进程度很厉害 现在中国开放给很多国家 无需签证 其实无需签证 有些国家72小时 你又在中国玩三日72小时 有些是144小时 6日 任你在中国任何地方 你随便走 随便玩 可以显示到中国现在根本有足够的自信 你来外国人 我来中国 我来中国够大 够多好东西 你们来看看中国 现在在媒体上很多人 譬如就算是香港那边的朋友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深圳那边看一看 如果你真的愿意去看一看 你会发觉 根本中国经济 完全不是好像五十年前 四十年前 现在中国经济 可以说在全世界都很先进 当然中国大 在中部和西部地方 人口稀薄 生活条件不太好 所以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 还是低于美国 但是 说生活条件来说 在中国最贫穷的人口 都比起在美国的中产阶级 更好 因为在美国的贫富 完全很厉害 大部分的财富 集中在顶的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十 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生围的社会 但中国是 所以我很希望 有朋友 尤其是外国朋友 有机会的话 即管去中国行客 看看现代社会应该如何